啊,這難道就是嗎?小時候的照片嗎? 佐尼西梅爾 媽媽看起來好幸福喔 媽媽的媽媽和爸爸一定也是個很好的人吧 喂,你親生父母在哪? 爸爸我不知道,我以前的媽媽是被媽媽殺掉的 你都是佐尼殺的嗎? 不是啊,是幫我殺的 之前的媽媽想殺掉我 因為她想再婚,而我很愛是 喔,所以她不是佐尼的小孩喔 喔,我以為是親生的,你知道 我以為是他們兩個人愛的結晶耶,嚇死我了 那個時候是媽媽救了我 但是,她那個時候為了保護我而留下的傷痕到現在都還殘留著 雖然媽媽說她不在意 所以呢,我想快點長大 之後就由我來保護媽媽 欸,玄關那裡好像有什麼聲音 是不是媽媽來了,我先去看看 道真其實道現都還在振扎吧 怨恨,復仇,被怨恨,被復仇 我的怨恨什麼時候才能結束啊 嗯? 有怨靈出現了嗎 這氣息,等到所有是怨恨之 欸,沒錯 哈哈哈哈 我編了,我寫是不是 哈哈哈哈 沒有啊,我只是單純想說不要這樣子啊 呵,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有點太可怕了喔 我想說道真還很年輕吧 那麼年輕就有小孩了 只有我一個嗎 走吧 呵呵 而且等一下,為什麼星野你 你從哪出來了 從怨恨之間跑出來了嗎 為什麼你們都知道這裡啊 啊,佐尼 佐尼 我就知道你會來月宮 小木莎士就在前面 只是因為沒錢這種理由 就殺了你的家人 讓你的人生陷入瘋狂的罪人 沒錢嗎 就只為了這種小事 你不想向這個人復仇嗎 道真在哪 欸,你不想復仇嗎 要是錯過了這個機會的話 你可就再也不能親手懲罰這個罪人喔 很憎恨吧 很痛苦吧 很悲傷吧 想殺了他吧 那樣的話 也就是想確認一下 完全無視 完全無視 做你講的任何一句話 果然是星野啊 出來聽聽 你殺人時 或者看到別人不幸死會快樂嗎 所以 你就把那些怨恨著他人的人聚集在一起了嗎 不 他果然不是這種人 不 不是 絕對不是 我知道懷著無法消失的怨恨有多痛苦 正因為如此 我才會引導沉落怨恨的人們走向光明 這份心情沒有半分虛假 原來如此啊 可是是我錯覺嗎 為什麼我覺得大的圖 看起來比例有點怪欸 我想太多了吧 你並不是因為想像道真復仇而建立了宗教 而是也想拯救有同樣遭遇的人嗎 而且 你也想拯救自己 這什麼意思 佐尼教的教義 制裁罪人 淨化自己的罪 佐尼 你也沒有原諒自己吧 還有 如果只是你自己的復仇 就沒有必要抓捕朽木莎士 你也想拯救我嗎 是 朽木莎士是絕對不能原諒的存在 而你應該得到幸福的存在 正因為如此 現在你應該完成復仇為了你自己 儘管如此 我還是要阻止道真 阻止想要向你復仇的道真 因為他們告訴我 比起怨恨 比起復仇 還有更加重要的東西 比起復仇更加重要的東西 倒不如說 殺了這樣的傢伙 你只會毀了自己的人生 真令人火大 我不會原諒朽木莎士 一輩子也不會原諒 但比起復仇 我選擇為死者哀悼 我會讓自己幸福 幸福到想不起來那個傢伙 這份怨恨絕不會消失 但是 可以讓他沉睡在記憶的深處 至今為止 構築的幸福回憶 今後將要構築的幸福回憶 一定也都是為這而唱的搖籃曲 如果怨恨無法消失 就讓他沉睡在記憶深處吧 所以才叫怨恨搖籃曲 當要怨恨永遠沉睡的搖籃曲 沉睡在溫柔的回憶之中 明明是一樣的人 卻走向不一樣的路 怨恨復仇 被怨恨 這是沒完沒了 你不這麼認為嗎 有很多人無法只靠 美好的事物來拯救 你是想拯救那樣的人吧 而且被拯救的人也確實存在 真不可思議啊 明明為了和平而建立的法律 但是不管歲月如何流逝 罪人還在那裡 但是因為任何法律都有漏洞 而從那個漏洞 跑跑的罪人 法律無法制裁 因為法律是人製作的啊 人做的法律一定會有漏洞啊 畢竟人無完人嗎 不是說人無完人 這句話就可以說完了 應該說 就是因為人無完人 所以都會為了自己 或是為了獲取更多的利益 製造更多的漏洞不是嗎 能有一個去審判這樣的罪人 能他不好嗎 不是用法律 而是用情感救人嗎 是用道德和正義救人 所以也要殺了道真嗎 是 要殺了他 如果他死了 會有很多人哭泣悲傷 會有很多人恨你 你有承受這份怨恨的覺悟嗎 以前的道真我不瞭解 但我比你更瞭解現在的道真 那傢伙是個好人 是個太過溫柔的會吃虧的人 但那種溫柔啊 夠了 即便如此 我和那個人也無法互相原諒 也不可能互相原諒 這份怨恨不會結束 正因如此 這些你知道就好了 啊 然後呢 我們的怨恨是無底的地獄 歡迎來到 我們的怨恨之間 你也可以敞開怨恨之間嗎 哇操 不對 剛剛那是 秋人 即使怨恨善盡 剩下的空虛又有誰來傾聽 WTF 所以又是你在搞事嗎 秋人 喔不是喔 是 欸 我以為剛剛那是秋人 結果原來是西梅爾啊 又安全抵達 真是好險啊 你是以前在海德爾巴赫宅底見到的 是西梅爾 那時候也也受你們照顧了啊 他還沒有成佛 現在正在看家呢 靠北喔 你給我搞他成佛好不好啊 幹就是你在那邊搞事啊 啊 還沒成佛啊 你也信海德爾巴赫也就是說 沒錯 佐尼是我姐姐 所以我來到了這兒 你也恨道真嗎 不是 我是來阻止他們兩個的 佐尼姐姐是我唯一的家人 道真是我的第一個朋友 他們兩個都是我很重要的人 但兩個都怨恨到想殺了彼此 嗯 好像是 是在試探那兩個人嗎 知道彼此的怨恨有多深 卻還想要阻止嗎 怨恨之間 兩個人的怨恨嗎 看起來難辦啊 要逃嗎 走吧 哈 還是那麼冷靜啊 那就放心了 好 走吧 好 1 2 3 跳 沒有 就讓這裡成為最後的怨恨之間吧 有跳了 有跳了 哈哈哈哈 好酷 我可以這樣子往回跳 哇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王太為什麼在這 看起來很悲傷啊 如果有道真和靈異學長的話 就能聽懂王太在說什麼了 呃 話說回來 佐尼不恨靈異學長嗎 姐姐對道真很執著 感覺眼睛裡面沒有其他人 雖然將門還是被打了 奇蹟靈異學長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要殺他嗎 不 邱仁說過 正因為愛所以憎恨 人是不能不愛的生物 如果那份愛是永遠的 那份憎恨也將不會結束 邱仁嗎 他是個很厲害的孩子 從小的時候就很可靠 其實死了也還是想保護他的兄弟 如果還活著的話 可能就會像靈異學長一樣 成為了學長吧 果然還是不能習慣死亡 不管是別人還是自己的親人 是啊 你一定要振作起來 不論是死亡還是殺戮 我都一定要阻止 這裡的湖很平靜 紫舟湖的事故卻這麼多 紫舟湖 附近的觀光地一樣 事故很多 很多 老夫婦和墓的交坦子 啊 住在附近的老夫婦 果然這裡映射的是佐尼的 不 是佐尼還倒震的過去嗎 雖然現在氣氛還很平靜 這之後才是真正的怨恨之間嗎 最近班的外國人 即使搭話也沒反應 好無聊喔 是說你和佐尼嗎 你也有教我們日語 所以我很快就學會了 但 不 沒什麼 快走吧 哈哈哈哈哈哈 螢火擋住他 結果 他系統錯誤自己跑上去了 漂亮啦 根本BUG製造機吧 唉 經常看到醬們在和動物講話 出幻覺了嗎 誰都不相信靈異學長能和動物說話嗎 懂的人都懂啊 心靈感應和心靈占卜都能熟練使用的道真 難道是個很厲害的傢伙 啊很強 如果非常喜歡超自然現象的前年知道的話 一定很開心 確實啊 那種東西懂的都懂 不懂的只會覺得你神經病 挖了好多挖了好多 我不是很喜歡他們的笑聲 WTF 秋林好可愛 是啊 雖然感覺醬們有點奇怪 之前和紫色的蝴蝶轉化了 沒有朋友嗎 WTF 道真最近一直和那個孩子在一起 是佐尼吧 我不慎常和那個孩子相處 他弟弟也很可怕 我可能更不慎人道真 好像什麼都被他看穿了 啊我懂我懂 他有時候會說一些奇怪的話 可是他很溫柔 是啊 這麼多書啊 一不小心就塌掉了 你在說你自己嗎 蛤 小黃書 在某個時代被賦予的特權 漁者逃跑 選者追逐 不然奴子是壯士 都在這的人調查各種各樣的宗教 是個很奇怪的人 該不會以後 羅莎莉亞教 我真的要講他 眾神所愛的樂園已經遠去 那充滿怨恨的廢墟 傳達到心中的是震恨還是愛 賢者祈禱 為孤獨的死而幸福 與者叹息給予沉入孤獨中的你光芒 我的願望是你的安寧 沉睡吧 永遠 永遠的 沉睡吧 被譽為 悲怨賢者的羅莎莉亞 某個村子的香子悲怨香 這是在研究宗教嗎 悲怨香 一夜說過吧 我不知道 傑懷斯特斯 叫羅莎琳德聖典 來說說關於那個男人的事情吧 那個男人名叫傑懷斯特斯 這個法外制裁者 又名審判之賢者 所以是怎樣在這裡面 誰都可以成為賢者是吧 當時那個地方逐漸變得荒廢 教皇權力的衰敗 奪回聖帝的失敗 聖職權力的買賣 沒有力量的人們 只能仰頭嘆息 留下無盡的怨恨 相繼逝去 被殘暴的主教統治了某個村子裡 時常進行著不正規的魔女狩獵 然後處行了那個主教 並從主教手中救出那個村莊的人 就是傑懷斯特斯 那之後傑懷斯特斯 開始在各地解放被壓制的人民 被陰影籠罩的人們 跟隨了光明的引導 然而 害怕傑懷斯特斯的名聲的主教 以異端者的名義逮捕了他 並拷問他 傑懷斯特斯不斷的被鞭打 甚至他背部皮開肉欠 最終 傑懷斯特斯迎來了處刑的結局 處刑的當天 回盪著賢者的歌聲的村子的山莊 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傑懷斯特斯 同時還有村民們的弱罵聲 嘲笑聲和哭泣聲 然後他被活生生的粉燒了 哪一天天空的蔚藍過一次也 讓人不禁山南淚下 左尼也加入傑懷斯特斯教嗎 當你內心脆弱的時候 宗教也能成為救贖 最後一頁寫了什麼 還活著就被處於火刑 就這樣被扔進了悲怨箱 這個研究者到底在調查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也想知道 他到底在研究什麼 比起賢者了解他人 愚者了解自己要更加困難吧 不好說啊 有時候愚者反而會比賢者還更來得有智慧啊 願望的種類有幾千億 生也好死也好 如果是你的願望都會幫你實現 因為這裡是理想箱 我覺得愚者有時候他並不是真的蠢 他只是無法放棄眼前的一切才顯得他很蠢 我是這麼認為啦 詞點在哪裡 這傢伙拿的是倒針 大概 不過詞點 我真的拿去看看吧 我剛剛看老半天沒反應 只要有了詞點就能看那個孩子 喂 用這個讓我們過去吧 他是想要學會 德語來跟他們交談吧 到這裡來的正好 這是前幾天搬來隔壁的佐尼 打個招呼吧 他剛從德國搬來好像還不習慣日語 但是呢 如果是倒針的話就有辦法的對吧 嗯 他只要抱上去是不是 握他的手 嗯 他的心情成了到我這了 突然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 從德國搬到日本 搬到自己的語言無法使用的異國他鄉 他的心裡充滿了孤獨和不安耶 如果能稍微緩和一下他的不安的話 我們就為成為朋友嗎 至此 ! 誒!! 啊卡燈怎麼 給傻 我剛剛以為他要收火盾 耶 讀何 Eh 還有那種東西嗎 太好了有用啊 什麼意思 哈哈 赫哈 他在讲什么啦 你好 我们互相重复的那句话 一直笑个不脸 他在讲你好 连对话都没有单纯的玩绕 但对我来说 就好像心灵相动一样 让我非常高兴 从那之后 我开始学习德语 何佐尼也努力学习了日语 是德语 我一直以为是俄罗斯 我一心想和他成为朋友 我记得白灰 白什么罗辉 罗辉他好像也会德语 刚才的是 这两人出狱的记忆吗 这也太甜了吧 丑人说的就是这件事吗 什么 理议学长的超能力 原来是道征的 就是心灵感应和心灵占谱 他说过 他从只能怨恨的道中手中 夺走的力量和记忆 不是反过来吗 因为夺走的记忆 所以道征的力量也一起跟过来了吧 道征的怨恨 是由降门和丘仁承受的吗 真的认啊 因为是心灵感应三兄弟 才做得到事吗 是因为亲情吧 不好说啊 怎么了 气氛变啦 虽然看起来没那么严重 但还是小心点吧 出狱之症 最幸福的事就是能和你相遇 用救了的红帽子 看起来很开心 用敲棍打什么 一起玩吗 得到敲棍 能用敲棍打什么 哇 我还真没想到底下会是这个画面 他们在干嘛 是要破坏这些石头吗 诶 这个 给 用这个把石头挪开吧 啊 气死我了 这气死我了 降门哥哥 冷静一点啦 下门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属于那种 很暴躁的人 下门怎么了 又因为没有朋友而被欺负了吗 你也很讨厌啊 笨蛋 我明明很担心你啊 那个西美尔家伙是什么啦 真讨厌讨厌死了 下门哥哥正因为道争哥哥被抢走了 闹别扭呢 才 才不是 那个家伙就算和他说话 也不想和他对视啦 感觉好讨厌 你只是和他说了几句而已 不要这么说他啦 而你呢 你前几天不也是刚抓住他的波格 就被甩胎了吗 还因为这个跌倒了 啊 有那样的事吗 嗯 在那个事故多发的纸周湖 我想如果不小心掉下去就麻烦了 所以想拿住他 真的好讨厌喔 我看道争哥哥也不要管他家伙了 哼 也就是说 下门哥哥是在担心道争哥哥啦 才不是这样啊 死傲娇 哈哈哈哈 下门真的好温柔啊 谢谢你 下门真的是个傲娇的家伙耶 哈哈哈哈 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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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门